现在已经回到八条了 我们是昨天晚上回来的 到了大概晚上九点过了 今天也切得比较晚 昨天晚上回来以后 我也上了一下网 那个油管这边 最后推送了一个 另外一个中国博主 发的一个视频 这是里面提到了我 所引起了大马观众的共怒 共愤 然后借视频里面的 另外一位大马观众 相当于把我骂了一顿 我看到这个视频 我就是这种感觉 确实是似曾相识 因为我做自媒体 来最烦的那种事情 就是其他的视频博主 对你本人进行攻击 进行编排 这个是确实最讨厌的事情 我也深受其害 因为你遇到这种事情 你确实就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你如果不回应 好像因为中国人 好像是有这样一个观念 就是别人怼你 你不回应 证明你心里有鬼啊 你理亏 好像你怂啊 怎么怎么样啊 但是你回应吧 又陷入了那种 就是相互攻击啊 相互扯皮啊 相互撕逼的这样一种 一种中国人圈子里面 很丑陋的这种现象啊 现在在自媒体这种现象 真的是 特别太过自媒体啊 这种现象 我真的非常的反感啊 但是我经常又深陷其中啊 没有办法 我不去攻击别人 别人也要攻击我啊 到底回不回应啊 对我来说 真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选择 这样吧 我还是说两句吧 我觉得啊 我们在海外啊 做自媒体的啊 还是要 还是要顾及一下 中国人的形象啊 因为我们中国人 给外界的形象 本来就不好啊 就是相互之间啊 内论 不管是在任何个国家 我以前视频里面也说到啊 印度人之所以这么成功 就是他们非常的团结啊 实际上他们的民族 宗教 种族成分啊 语言的那种多样性啊 这种复杂程度 是远远高于中国的啊 他有一百多种语言啊 那种人种完全都是相差 非常的大 但是他们在海外 非常的团结 非常的抱团 这也是他们在海外 比华人群体啊 更加成功啊 是远远超过华人的成功的程度啊 美国的副总统啊 现在英国的首相啊 硅谷各个科技公司的CEO 都是印度人 其实在马来西亚啊 不管是他的政坛 还是他的经济啊 社会啊 虽然印度人占的比例很少 并且印度人大多数是属于 来自于泰米尔邦啊 其实在印度也是在比试炼的最低端的啊 但是他们在马来西亚也取得了非常 瞩目的成就啊 就是因为人家很团结啊 但是我们中国人啊 真是走到哪里啊 都把国内的那种陋戏啊 带到哪里 相互攻击啊 相互撕逼啊 这种确实没有办法的事情 我想啊 呃 你做一个自媒体博主啊 我觉得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啊 就是不要去扯上其他的人了 你自己把你自己的视频做好啊 把你自己的啊 视频做好就行了啊 你扯上其他人干嘛呢 你给自己塑造人设啊 攻击别人抬高自己啊 啊或者是显得自己小聪明哈 用啊 借别人之口啊 骂了你 然后自己啊 那个推脱的一干二净啊 说我没有说话 我还在打原厂啊 就说每个人有自己的观点 我们都要怎么怎么样 啊这些小聪明谁看不出来啊 我觉得真是没没多大意思啊 啊至于啊 那个马来西亚观众啊 对我的批评也好 攻击也好 骂骂也好啊 虽然我以前的回应都是比较温和的 啊 因为毕竟还是有很多马来西亚朋友 特别是这一趟也揭示了很多新的马来西亚朋友 我也不想把话说的比较重啊 这样也会伤了他们的心 但是既然这些马来西亚观众啊 都啊 喋喋不休啊 啊 追到泰国来嘛 那看起来我还不得不回应一下了 实际上这几天嘛 我都 啊 准备把马来西亚这一夜把它翻过去啊 因为对我来说非常的不利啊 我关于马来西亚的视频流量很差啊 收到的攻击很多 然后实际上那种收益也很低 然后粉丝增长又很慢啊 比平时增长还慢 所以我想把这一夜尽快翻过去 最近几天实际上发的视频都是打酱油的啊 因为我实际上礼拜四啊 我当天就从吉宗坡到了河岸 然后后来这几天就是从河岸回巴提亚 因为都在赶路嘛 所以也没有时间做其他的视频啊 就把以前的库存视频啊 马来西亚的编辑一下就随便发了啊 也没有任何观点啊 都是一些打酱油的视频啊 我想本来昨天那个视频就是最后一个了 本来我还有些素材啊 但是我想不想再发了啊 发下去对我也没什么好处啊 但是既然马来西亚观众这样迭迭不休的话 那我可能就要再做一些关于马来西亚的视频啊 因为我这一趟去马来西亚的目的 我以前也讲过啊 主要是分析马来西亚移居的那种可行性啊 以及在马来西亚留学的可能性啊 当然我也有自己的一些看法啊 只是以前没有讲而已啊 那现在我想也可以找机会讲一讲吧 我想今天聊一聊这个问题吧 因为有很多观众在那里指着我啊 说你来考察教育啊 没看见你去看过一个学校啊 什么原因呢 实际上这里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下啊 因为我进入马来西亚也就是几天时间吧 发了几个视频 你看马来西亚观众的这个反应啊 实际上我当时对移居马来西亚啊 已经是没有任何想法了 因为你移居一个地方 首先是生活啊 你要考察的是生活的环境啊 其次才是教育的环境 你如果在那里 你的生活的那种环境很恶劣啊 那你还更谈不上什么留学了 但是生活环境最主要就是人工环境吧 从现在看来的话 马来西亚那种社会的那种舆论环境啊 在我看来是非常糟糕的 比如说像我视频中啊 提到了马来西亚的那些问题啊 所谓的问题啊 实际上只是作为一个外国游客啊 刚到马来西亚不久遭遇的真实遭遇的一些问题 都是一些小问题 比如说第一天没买到牛奶啊 可能去的地方不对啊 实际上马来西亚牛奶真的是又贵又不好找 比如说像那种小品种的吧 那种200毫升呢 在七十一超市要卖三块多马币啊 相当于大概五块多人民币了 即使到大超市去买也要两块多马币 就是大概四块钱人民币吧 但是你到泰国的七十一去买啊 一轻入泰国以后啊 所有的牛奶焦虑就消失啊 七十一超市随便买啊 一般都是12泰铢啊 两块钱人民币啊 便宜一半啊 并且应有尽有 在马来西亚就是很难很难找啊 它那种小瓶装的就很少啊 往往就几瓶 我们每次都是把它全部买啊 并且它那种什么全脂的都没有啊 一般都是什么碱脂的啊 或者是带什么草莓味啊 这些个 我们以前都不给小孩喝这些东西了 但是没办法啊 在马来西亚只有买这些 就是一些小问题吧 比如说买牛奶啊 什么那个 它钱的购卡啊 这个我说过很多次啊 交通的那个复杂程度 道路设计的那种各种不科学啊 不仅仅是马六甲啊 因为我当时拍视频的时候 刚好是碰到了马六甲啊 所以说这些观众就有了说辞啊 就说我去什么古城说那个道路差 实际上马来西亚除了吉隆坡 上吉隆坡道路也挺复杂的 其他那城市道路真的是 那设计真的是 我觉得反人类啊 这个就不说了啊 其实都是一些小问题吧 但是马来西亚观众真的是大多数观众 当然也有很多理智的声音啊 我非常感谢啊 但是大多数的观众啊 如此大面积的那种 那种谩骂指责啊 那种一点包容度都没有了啊 这样一个社会啊 我真是不敢在那里去移居啊 最让我心寒的是啊 经常会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 看见这样的留言 就是说你应该向马来西亚道歉啊 这样的言论是不是似曾相识啊 然后更更让人心寒的是什么的 就是有很多人在里面交流啊 怎么样举报我啊 像哪个部门啊 驻犯了马来西亚什么样的条例啊 像什么移民局啊 或者像内政部啊 实际上我来马来西亚之前啊 发过两个视频啊 一个视频就是啊 泰国华侨他当时选择放弃了马来西亚国旗 选择了新加坡啊 当时也是被骂成了一片啊 后来又做了一个视频 就是澳洲大叔啊 我建议他去马来西亚找旅逢 因为他喜欢华人旅逢择 可能我那个视频也比较欠考虑啊 没想到也引起了很大的民族情绪啊 说我倒卖妇女怎么怎么样啊 拐卖华人妇女啊 瞧不起华人妇女怎么怎么样啊 其中啊就有一个人啊 他就是 他最开始是在评论区骂啊 我后来把他拿黑了 因为骂得很过分啊 实际上你看我的那个评论区里面 骂得很多我都没有上 只要不涉及到那种 恶意的人身攻击啊 那种的话我一般都会把他拿黑啊 其他的我一般你骂就骂吧 就放在那里啊 实际上这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资料啊 实际上 又扯了这个话题啊 实际上 大家通过视频在观察我啊 实际上我也通过视频在观察大家啊 就是从评论区啊 也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人的心态是怎么样的 他们的情绪 他们的文化背景 他们的层次怎么样啊 所以说我视频下方的评论啊 我觉得非常的有价值啊 从这个也相当于是一个田野调查啊 一份宝贵的人类学的一份社会问卷表啊 不信大家可以仔细去再看一看我视频下方的那个评论区 实际上有很多观众已经敏锐的发现到这一点啊 我视频的很大的一个价值啊 就是评论区的很多留言啊 很有参考的价值啊 但是这个又扯远了啊 嗯 实际上我从啊 这些评论区里面啊 真的是能发现一些让人毛骨悚然的一些现象啊 比如说要举报我 实际上在我来马来西亚之前啊 我刚才说到的这两个视频发了以后啊 都遭到了很多马来西亚观众的攻击啊 更有甚至进行人身威胁啊 有一个人他想加我微信啊 我也没加啊 然后他在视频下方啊 进行恶意的评论啊 我把他拿黑啊 后来他就通过微信申请加好友 他可以发一段文字嘛 然后通过那个来威胁我啊 并且发了很多啊 有些都是不看入目的 我都不贴出来了 他就说到 他已经向马来西亚的移民局内政部举报了我啊 说我入境之日啊 就是被抓的那一天啊 并且说是到大马要揍啊 怎么怎么样啊 并且他显示的地址是那个乔治市 就是槟城的 所以说我当时本来是不想去槟城的 因为槟城我去了太多了 所以但是我第一站还是选择了要去槟城啊 我就是看一看这个人要抓我的 要要揍我的 到底长什么样啊 结果他在槟城待了好几天 也没看见他出现啊 但是啊 如果是你要长期居住在这里啊 你如果是遭受攻击是一方面啊 如果是这么多的恶意攻击的人里面 如果是真的有几个人从网络背后 从键盘背后跳出来啊 成为现实生活中的攻击者啊 成为现实生活中的敌人 那里的促进就会非常的麻烦啊 像我这种拖架带口的 并且你到马来西亚你又是一个外国人啊 啊 并且在马来西亚你遭遇的情况 跟在泰国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泰国攻击活的都是一些中国人啊 一些中介啊 他也是外国人 他对泰国情况还没有我了解啊 实际上他也是放放嘴炮而已啊 现实生活中啊 他啊 肯定一个比一个还怂啊 但是在马来西亚都不一样了啊 攻击我的是马来西亚华人啊 他们是本地人啊 他肯定比我具有很大的 很大的一个一个 地理的优势啊 说白了他们都是地头蛇啊 这个我是惹不起的 我也不愿意去惹这些麻烦 啊 并且从这些人的言论反映出一个问题啊 就是这种 社会环境 这种舆论环境 这种人物环境啊 这不是我想要的啊 这种似曾相识 这就是我一直想极力想躲开的 逃避的一种环境啊 我现在又重新掉到那个坑里面啊 我肯定是 肯定是避之啊 唯恐不及的地方 所以我进入马来西亚几天啊 实际上我已经完全打下了 在马来西亚去移居或者留学了 这样任何一种想法 实际上我也不怪马来西亚的观众了 因为我也在观察那些攻击我的 攻击的最厉害的往往几个啊 实际上都是中国大陆的 可能拿到一个第二家园怎么样啊 然后在那里冒充马来西亚人在攻击我 因为我翻看他以前的那种留言 在评论区跟其他人的对话 发现他本身就是一个中国人嘛 包括那个什么 在槟城要送我一张卡的那个人啊 我开始还心存感激 然后后来我 当然我也不会去轻易接受人家的好处啊 因为我也没办法去回报他 一个正常的社会是你到一个地方啊 你能够正常的靠自己 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而不是要靠别人的救助 别人的施舍是吧 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啊 来解决在马来西亚面临的问题啊 这是我第一个考虑的点啊 第二的话 当然这个他送我卡这个人 我肯定也要考察一下他这个人 会不会有其他的用意啊 我也分析了他以前的留言 就看得出来他原来就是一个中国大陆的啊 但是他的发言经常都是以马来西亚人自称啊 用马来西亚人的口吻来教训我啊 就是居高临下的那种 所以说我更不可能去接受他的所谓的好意啊 结果不其然啊 我没有接受他那张卡 然后后来我发现攻击最厉害的就是他 所以后来也把他拉黑了 所以在马来西亚攻击我的那种观众群体里面 有很大一部分我相信都是来自中国大陆的 因为他们到了马来西亚 因为中国人就有这样的特点嘛 我先来的我就要坑后来的啊 仗着自己先来啊 自己可能以前掉过坑啊 现在对情况摸熟了摸熟了啊 那你后来的话你必须要交学费啊 那学费交给谁就要交给我啊 就是搞中介各种中介的那种啊 他们肯定就是喜欢把马来西亚吹成啊 人间先进啊 世界上的最后一个啊 室外桃源啊 一切都是真上美啊 各种彩虹屁啊 所以我到一个社会你吹得越凶啊 我越是心成灵律啊 我确实确实打着一个问号来看待这个社会啊 包括那些做自媒体的啊 以前那个去马来西亚吹得太离谱了啊 那种啊 各种人间美好啊 各种感情大戏啊 那个真是看不下去啊 关键是你们把那个门槛搞得太高了啊 搞得我这种人啊 也想去表演一下 也想去吹一下啊 但是那个演技不够啊 很快就被就被大马观众啊 抓住了那个狼尾巴啊 哈哈 一通臭批啊 啊 但是这些问题我本来以前都没有说啊 既然这些人都在主动攻击我了 那我也没有什么好隐藏的啊 我觉得你们的演技太高了 不得不服 你还是表演的时候 有时候还是留点余地吧 不然那后来的人怎么办啊 后来拍视频呢 到马来西亚怎么来超越你们啊 因为大马的观众的那个胃口 已经被你们吊得高高的啊 好吧 我现在要去买菜了 就不说了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